听暖歌 欧阳暖坐在廊下刺绣 红玉轻声道 大小姐 奴婢打听过了 那神钻子刚刚出府 欧阳暖点了点头 邦嬷嬷道 大小姐 老太太会因此改变主意吗 欧阳暖轻抚绣棚上的牡丹花 似笑非笑道 祖母这个人最是迷信 但凡这些江湖术士说的 他没有不信的 他若是就此推掉了这门婚事 那便是最好的 若不然 接下去的话 他没有说完 若是不然 只怕这门婚事背后大有学问 什么样的理由 才能让李氏舍得放弃 自己这颗攀附权贵的棋子呢 这正是欧阳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就在这时 外间突然传来一个嘀嘀的禀报声 大小姐 李姨娘来了 若无召唤 李姨娘从来不来听暖阁 欧阳暖知道 李姨娘刚才也在寿安堂 可神钻子刚走她就到了 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呢 她不禁心中一动 正寻思时 李姨娘已经进了院子 见到欧阳暖 李姨娘紧走几步 停在欧阳暖身前 探过头去 哎呀 这牡丹可真是漂亮 上面的蝴蝶活灵活现的 大小姐 这是绣来做什么的 欧阳暖飞快收起最后一针 笑着站起来 只是一块帕子 李姨娘脸上绽放出一个温饭的笑容 大小姐的绣活越来越好了 欧阳暖淡淡一笑 姨娘谬赞了 当初暖儿的绣工 还是靠着姨娘的指点呢 李姨娘笑道 哎呀 如今我忙于府中事务 倒是疏忽了绣活 只怕现在 担不上大小姐了 欧阳暖道 知道姨娘贵人是忙 不知今天来 可是有什么指教 李姨娘深深望着欧阳暖 只见她眼中似乎有深意无限 她心中微微一震 感觉自己那点小心思 早已经被对方看穿了 不由自主 脸上就带了几分郑重 大小姐 您是难得的聪明人 我不妨实话实说吧 五国功夫的提亲 老太太已经答应了 今天 还请了为算命先生来和八字 结果这位先生说 陈公子命运客妻 您要是嫁过去 只怕有性命之危 要说在往日里 老太太一定会因此推了这门婚事 毕竟 您要是有个万一 这五国功夫的亲事 咱们攀上了也没用 可是我好说歹说 她这总说不能让外人说 咱们府里失信 死活也不肯推却 欧阳暖心中一沉 立刻肯定了自己原先的猜测 只怕李氏心里也是不愿意的 却不得不为之 欧阳家必定是有什么把柄 落在了别人手中 然而 李氏是一个足不出户的老太太 平日里也不曾得罪过什么人 根本不会有把柄 除非是欧阳智 她正在思索着 李姨娘看着她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道 大小姐 老太太特意让我来嘱咐你 让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专心在家里秀嫁妆 欧阳暖暖暖恼怒 脸上却不动声色 淡淡道 多谢姨娘好意 嫩儿明白了 送走李姨娘 洪玉低声道 小姐 咱们怎么办 由李适合欧阳智的同意 再加上五国功夫和陈锦锐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桩婚事怎么看都是好的 便是求助于老太君 只怕他也没有借口发作 现在这种局势 对自己十分不利 欧阳暖摇了摇头 脸上却浮现起一丝淡的看不见的冷笑 走吧 我们去寿安堂 寿安堂 欧阳暖还没有进屋子 就听到里头有说话的声音 玉眉低声道 大小姐 二小姐在里头 欧阳暖点点头 并不急着进去 此刻 李适正已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欧阳暖地 欧阳暖眉顺眼在旁边站着 她的脸上脂粉不湿 头上朱翠不带 脊着翠绿的裙子 配着那雪白的面色和委屈的眼睛 越发现得楚楚可怜 欧阳可怯声声地道 祖母 可绣的那双鞋子 不知合不合您的心意 李适睁开眼睛看她一眼 眼里的神色淡淡的 嗯 瞧着是费了一番心思 她手里什么珍贵绣品没有 欧阳可送的那双鞋 她连看也没看就收起来了 欧阳可柔柔弱弱地说 祖母 我知道姐姐秀一出众 我绝不敢和姐姐比秀公 我只是 想要为您尽点心意 我有自知之明 得严荣公 我没有一样比得上姐姐 可我也是欧阳家的女儿 将来也会拼命为您争脸的 祖母 请您千万不要嫌弃我 李适一愣 倒是有些意外 看着她说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糊涂的 没想到 你还能说出这一番话来 唉 李重不重的 那是心意 不再其他 至于你的心思 我心里头都晓得 你放心好了 等忙完你姐姐的婚事 我也会为你谋一个好前程 不说公猴之家 平安富贵总是免不了的 你不必过分担忧 面对李适那仿佛能看透自己的眼镜 欧阳客不禁有些慌张 愣愣地道 啊 祖母 孙女只想好好孝敬您 并没有其他意思 不用说了 李适似笑非笑地说 你那糊涂的娘 是得罪了我 可我不会把这些丑 记在你的心上 你也是我的孙女 难不成 我还要你在家里面待一辈子吗 说出去 我们欧阳家也会没面子的 欧阳可的眼睛里流露出淡淡的喜色 口中却道 可全仗祖母垂脸了 李适的脸上虽然有淡淡的笑容 眼底深处却有一丝不耐烦 欧阳可要跟他玩心计 只怕还嫩了点 没有那个本事 居然还想要学暖儿 实在太不知高低了些 不说别的 就单说这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 就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欧阳可擦了擦眼角那并不存在的泪水 仿佛十分感动的模样 一转眼 却听到玉梅回禀道 老太太 大小姐来给您请安了 这个时候来请安 李适心里一顿 猜到欧阳暖应该是为了婚事而来 心中不愿 语气上却十二分地温和道 快让他进来吧 欧阳暖缓缓走近 先给李适请了安 回头看了看欧阳可 笑道 妹妹也来了 欧阳可忙陪笑道 啊 给祖母做了双鞋子 赶紧给送过来了 欧阳暖点点头 假装听不懂她那些小心思 转而对李适笑道 祖母 前些日子 新表姐说我秀的屏风好 请我再赶出一件来 她要送给太子妃做受礼 只是样子什么的 不能跟这件虫了 要我明日过太子府详谈 不知道 李适沉吟片刻道 原本是想让你在家里好好做绣活 可太子府那一头 却也不便退去 你去吧 想了想 又添了一句 早去早回 李适虽然已经定下了欧阳暖的 婚事 知道攀附皇室无望 却很清楚地知道 当今皇长孙侧妃 是欧阳暖的表姐 她又和郑国侯府关系密切 这条线 是无论如何不该断绝的 所以她并没有过分阻止 只是又叮嘱了几句 欧阳可闻眼 可怜兮兮地看着欧阳暖 姐姐 你要去太子府吗 欧阳暖微微汗手 笑道 是啊 妹妹刚刚不是听到了吗 欧阳可的眼睛亮起来 转头眼巴巴地望着李逝 似乎十分艳险 祖母 不知太子府里 是个什么样子 我真是想见识一下 我们现在又不知多是 在之后